大姐 华妹 华妹 真办下来了 办下来了 我只需要去盖个戳 很简单 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工商政字第10101号 华妹 你这个纸能做什么 有了这张纸 我们就能在街上卖小百货了 太好了 那我也要去工商局办执照 好 大姐 等你们有了这张纸 我要做你们店里的第一个客人 我是胡晓燕 是一名农村外来务工人员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 我有幸代表我们这个群体 获得了发生的机会 但我知道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幸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你好 我是倾听农民工新生的胡晓燕 有什么可以帮您 喂 胡代表 我刚从老家过来 你能帮我找个工作吗 喂 小燕代表 我们家租的房子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你能帮我们反映一下 改善一下我们的住房条件吗 喂 小燕代表 我的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可以让他留在城里上学吗 喂 胡晓燕吗 胡代表 你好 你好 情况我了解了 先别着急 你先把具体的信息告诉我 我会尽力帮你解决问题 有了好消息 我就会第一时间联系你 您辛苦了 会不会很累 我现在一天要接上几百个电话 让我有更多的机会 能为农民工群体发声 是的 我希望能对得起 大家交给我的责任 让我能够成为一位 合格的农民工代表 您好 我是倾听农民工新生的胡晓燕 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是薛军 1985年进入铁路 走向火车司机岗位 从时速40公里的蒸汽机车 到350公里的复兴号列车 我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每一次提速 一列列火车驶过 不仅仅是列车的行迹 更是我们整个国家 我们这个时代的前进 停车停车 我跟您说过很多次了 突然踩刹车是会有危险的 是 教练 我这个习惯了 这怎么能习惯呢 您要试着慢慢地松离合 是 那我再练练吧 先下车吧 你看雨下这么大 一会儿再练 是 教练 还好没吃饭 不然又咬吐了 先踩离合 再挂挡 转向灯要左边打 到后镜要看清楚 左看 右看 再左看 离合 油门配合好 起步才能稳 你干嘛呢 我再练练 别练了 先休息会儿 大哥 不是我说你 再不努力学车 等您学会的时候 汽车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代了 没错 现在这知识更新迭代啊 实在是太快了 对啊 就像火车 不都发展成高铁了吗 说起高铁 你看这个新闻 高铁再次提速 见证中国速度 没错啊 我第一次踏上咱高铁的时候 那情景太震撼了 尤其是我们这个驾驶舱里边啊 全面的升级了 条件那是越来越好了 我国铁路司机薛军 二十八年驾龄 拥有六本火车驾照 见证中国速度 大哥 这不是您吗 徐金大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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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在现实生活中 这汽车驾照 考下来了吗 哎 到现在也没考下来 不过啊 我又考取了一本新的火车驾照 哎呀 太好了 咱们火车司机啊 就是要把每一位旅客 安全地送到他们的目的地 这就足够了 对 好